大家好 今天是3月11号 这期节目我们说说华为 华为呢 自从2019年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以后啊 就经历过一系列的挫折和折腾 美国呢 首先是切断了与华为所有的合作 然后限制与美国企业有关的企业 不得向华为供应芯片 接着呢 日本 澳大利亚 英国 加拿大等国 也纷纷响应美国的号召 加入了就是围剿华为的行列 然后去年 是对 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呢 华为把荣耀手机部门直接剥离出来 划给了深圳国资委控制的一个国企 近日又有消息称呢 华为要把整个终端业务 也就是手机啊 移动端业务 整个剥离啊 像荣耀一样 让他们独立发展 不过呢 华为呢 在1月份的时候曾经就是对此进行过辟谣啊 他说没有完全出售手机业务的计划 华为将坚持打造全球领先的高端智能品牌 但是呢 华为确实还没有解决供应链的问题 去年三季度开始啊 华为在供应链上包括显示图像 CPU多个元器件已经逐步开放 之前有十多家厂商 包括台积电 联发科 西部数据中心 SK海力士 三星向美方申请继续供货许可 本来呢 事情有所松动 但是到今年1月份 就是川普还在台上的时候呢 事情有了反转 川普政府正式通知包括芯片生产商 英特尔在内的多家华为供应商 撤销部分对华为销售产品的许可证 就是收紧了对华为的这个断货 而且也拒绝了其他几十个项 华为供货的请求 然后华为智能手机份额呢 去年第三季度同比下降15% 这是在过去三年华为快速扩张以来最大的降幅 而华为既然失去了市场份额 其他的安卓厂商就积极抢夺华为剩下来的市场空缺 比如说OPPO 去年下半年手机生产量加到1.1亿台 远远高于OPPO历来的所有的就是出货量 年出货量 然后呢2021年小米将产能提高到2亿台 增长50% 然后vivo也上调了2021年的智能手机出货量 接近1.5亿台 华为那边呢 有在卧行长胆打造自己的这个鸿蒙系统 但是呢显然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 至今呢只能在安卓系统修修改改 把关键字名称改一改的基础上呢 实现这个穿戴设备的这个可用 但是到手机设备呢 应该还有很多的困难 也许能用 但是那个性能可能就没有任何竞争力了 不过呢 华为毕竟不是专职的手机厂商 它的终端业务虽然很风光 但是它的通信也才是大头 但是现在华为的通讯部门也出现麻烦了 因为啊 继前两个月英国全面拆除和禁止华为设备以后呢 近日啊 一项被中国视为就是欧洲两个铁杆核心盟友的法国 也传出了对华为很不好的消息 马克龙政府针对华为的问题呢 本来它一直是没有明确的态度了 也不是很跟美国 也不是跟得很紧 但是最近终于法国开始行动了 法国宪法委员会 今年年初呢 先是批准了一个限制华为设备的裁决 规定将偏远地区外的 除偏远地区外的华为设备呢 全部剔除 就只留偏远设备 因为那儿呢 呃 就比较穷嘛 华为就比较便宜 而且也没多少设备 之后呢 就是欧洲阿尔迪赛公司旗下的 法国无线电话公司和法国不一格电信公司 等多家通信公司 开始将法国公司的 华为无线设备 从各大城市拆除 近日呢 法国无线电话公司也开始拆除 华为的无线设备 此前法国对华为5G技术保持中立态度 马克龙在19年5月份 还曾经拒绝美国提出打压华为的要求 一个是因为呢 华为在5G技术上有独到支出 第二呢 是比较便宜 不容易找到替代品 那基于马克龙政府不同于欧洲国家其他态度呢 华为还在2020年底斥资 巨资在法国新建设备工厂 但是法国仅仅隔了两个月 在2021年就出台禁止华为的政策 华为15亿欧元的投资打了水漂 虽然呢 其实法国在理论上 法律上并没有说是完全禁止华为 但是法国的国家网络安全局负责任呢 表示呢 这个撤换华为设备 是为了维持法国一个独立性 为了法国的网络国家安全 不代表就是与中国敌对 他还是给了中国很大的面子 然而呢 他一边是拆除华为设备 一边设立条款约束运营商 所以无论法国他怎么解释呢 可以看作只是一个 口头上的一种委婉的表达 他该做的事都在做 华为呢 在法国市场几乎已经是前景一片暗淡了 华为呢 先后在世界各国开设了16家研究中心 法国就有6家 2018年 华为就在法国投资了12亿欧元 也为法国提供了几千个就业岗位 2020年计划新建的5G工厂呢 预计以后每年将为法国政府提供高达10亿欧元的收入 所以呢 法国原先一直都表示不会将华为排除在5G之外 比如说19年5月份的时候 马克龙曾经公开表示反对美国对华为实施禁令 7月份法国财长也表示不会阻止华为在法国的投资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发展 哪怕现在拜登政府上台了 法国政府呢 还是在一步一步的在排除华为 正式宣布要撤换华为设备 最终呢 法国在华为的问题上是选择了与美国站在同一战壕 这个呢 就是拜登政府最近与欧洲一道联合盟友面对中国的挑战而打造的一个同盟 而欧洲呢 逐渐也清醒过来 就是在这种事关国家安全和未来的关键技术上 还是要有独立性 还是要靠自己 这个呢 就不仅仅是跟中国的关系了 包括跟美国它也是一样 它也要保持自己独立性 于是呢 欧洲最近准备赤5万亿欧元 打造自己的芯片 5G 6G网络和量子计算机 抢占未来的高点 或者至少呢 跟其他国家其他的这个体系呢 是处于同一水平 美欧之间的贸易战呢 也双方也协商要暂停要停止了 那另外美国这边怎么做 拜登政府如何打造这个联盟的呢 我会另外做一个节目 我一直在说这个节目 我确实是在准备 只是最近呢 这个事比较多 身体比较累啊 那回到华为 这个消息对华为可以说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打击 当然它的重大打击还不止这一个 因为据华为2019年的年报啊 中国市场给华为 占华为总收入的59% 达到了5064亿元人民币 其余41%都是来自海外市场 欧洲中东非洲的收入占到了24% 当年华为费了无数人力物力 艰难的打开了海外市场 去年年底还在法国设立了新的研发中心 但是呢 随着2019年这个逮捕孟晚舟开始呢 华为的厄运就算真正开始了 现在随着英法这些国家一纸禁令 华为的布局呢 和未来的计划已经被完全打乱 如果这些发达国家禁令 影响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那华为这些年来付出的心血 大半可能都要白费了 最近呢 有市场调查机构显示 华为全球 就是不包括中国 在流动通讯设备市场的 营收市场占有率呢 约是20% 已经比2019年下跌了两个百分点 现在排名第三 排名第一 第二的呢 还是爱立信和诺基亚 分别是35和25 由于美国的制裁仍然是生效的 很多国家呢 还是拒绝与华为合作 所以未来一年 华为的市场份额 很可能继续缩水 而去年呢 华为就传出裁员15% 在抖音上呢 也可以是不是见到一个 华为前员工拿出 什么之前拿到的奖牌 或者收拾办公桌的这个场景 就可以一夜之秋了 然后华为的5G通信的产值呢 下降了11% 整个通信部门呢 下降了大概15% 2021年华为整体营收 将下降30% 看来 这个2021刚刚过去一个季度啊 看来这一年华为不会太好过 可能猝死的员工又会多几个了 所谓呢 有句老话叫 善补者死于猎 其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个补蛇者呢 最终也往往死于蛇毒 经常搬起石头的人 他虽然经常砸别人 他终究也会被石头砸到自己 那中国模式的典范呢 华为他是依靠这个国家安全 用国家战略啊 在国内呢排除一己强占市场 在国外呢 低价工程掠地 现在终于别人也清醒了 你这个华为设备 无非就便宜那点赢头小利 但是呢 你是把整个国家的网络基础安全拱手让出 而且还养大了这头不知感恩 忘乎所以的这个怪兽 这个怪兽呢 从小了看就是华为 大了看呢 就是中国 所以现在别人用相同的 而且非常合理的逻辑理由来反击 那么华为呢 几乎是毫无办法 而且一下子就不行了 眼看现在拜登和欧洲啊 正在形成一张 我们不能叫绞杀 而是叫做应对中国挑战的大网 这个趋势呢 绝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绝不像有些人认为 拜登一上台就会对中国遂境如何如何 我有种感觉就是可以说 西方啊 现在正正在真正的醒来 有人说这个川普时代不是更猛吗 那我觉得呢 川普时期可以说是一种醒来的 真正醒来之前的骚动期 就像人们在早上快醒来之前呢 他那个动作幅度可能很大 但是头脑不是很清楚 但是现在呢 拜登啊 包括美国啊 欧洲啊 应对中国啊 他的声调其实非常低 但是他头脑非常清楚 他的措施呢 非常科学而扎实 很可能会非常有效 所以这部分内容将在另外一个节目中说 那好 关于华为的事呢 今天就说到这儿 最近呢 由于这个股市的震荡 我再介绍一下 这个唐高参的股票群 已经有不少朋友加入了 反正是一个月一个月交费的 你可以进去看一下 应该是多少有些帮助 如果要加入股票群的人呢 可以在推特私信我 或者在电报群 at我 链接就在节目下方 你发邮件也可以 我都会告诉你入群的方式 你试一下节目后面的那个二维码呢 也可以 你加他不要付钱 只是咨询 他可能也会告诉你 好 那么这期关于华为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PayPal 微信或比特币打赏 也可以加编辑微信 如果您对本期节目有何看法 也欢迎到我的电报群和个人频道 审时度视讨论 链接在节目下方 审时度视频道会有一些独家的感想 回复观众留言和一些旅行vlog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 我的那本书草稿即将完成 近期我将推出正式的众筹节目 欢迎大家关注并支持 谢谢大家